周期在2K19游戏中的能力值评分为66,是火箭队全队最低,跟血练营合同的卡伯克洛一个档次, 几周能看到周期只有两个C加的评分其余的都是CRD,三分球更是只有F,跟Match为一档,周期在2K18游戏的能力值评分为69,经过了一个赛季后,周期的能力值不胜反降了,很多球迷都觉得有些不能接受,不少的球迷认为周期这一个赛季的进步是很明显的, 夏季联赛上场均是2.0分6.5篮板,1.0助攻3.0盖帽,命中率73%,三分命中率60时中热,是火箭队得分第二,来版第二,三分第一的球员, 而在亚运会这样的国际赛场上周期也大放一彩,无场亚运会数据场均15.6分9.8篮板,1.8助攻4盖帽一场段, 命中率66.7%,三分命中率54.1%,经过效率与防守效率都高得惊人,这样的表现2K能力值为何会不胜反降? 答案其实很简单,国际赛季与夏季联赛的数据,在2K游戏中的参考分量较小,2K能力值是以在NBA的数据为主要的衡量标准, 大致上是NBA数据,发展联盟数据,世界杯数据,奥运会数据,欧洲赛场数据以此类推,夏连的对抗性是很低的, 亚运会是国际比赛中当次较低的比赛,所以对周期的能力值并无太在影响。 其实我们用周期的统计生的能力值变化与数据变化就能知道,周期为何能力值不胜反降? 周期是2016年次轮13顺位,也就是413顺位,日至7是2016年首轮23顺位,顺位差20,但培养的方式相同,都是新混级发展联盟, 在球队中轮换有了伤病赛充发展联盟战魂,且上赛季的骑士与火箭都冲冠球队,周期跟日日期都是内线球员, 但这两人的数据差距,大到让人难以想象,日日期的2K能力值从2K18的71已经提升到了70次发展联盟数据周期, 场均25.9分钟,11.0分6.3篮板,2.3盖帽,两分命中率51%,三分命中率33.3日日期, 场均27分钟,16分9.8篮板,2.2盖帽,两分命中率69.9%, 可明显日日期在发展联盟的数据玩爆周期,虽然日日期没有三分适程,但日日期的中间能力与得分数值, 蓝板都强于周期,风格方面也不逊色,常规赛数据周期出战18场, 场均6.8分钟,1.2分1.2蓝板,0.1助攻0.1强断0.8盖帽, 达到可怕的73.1%, 而周期只有可怜的18.8%,数据上周期,竟完全落下风,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周期能力直下滑很正常,而日月期的能力直上升是必然, 周期在上赛季得到了一次进入主力轮换的机会,那就是在12月对阵期才对, 但那场比赛周期的发挥让德安东尼无语,打了12分钟, 三中零,0分1蓝板1153半,还被2.01米的发托兰斯基格扣, 而日月期在乐福与巴贤王受伤后表现极为出色, 四场主力轮换时间,场均7.3分1蓝板, 命中率70.1%,成为珊姆斯的有力助手, 周期的同情生能力直提升协助,而周期的能力直持续下滑,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,周期就闪耀了亚运会与夏莲, 就想得到联盟的件可是不可能的, 他连发展联盟都还没有打好, 如何谈得上能力足NBA,门眼小白。 对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